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好聚好散 有缘能够白头偕老那是幸福的 无缘中途分道扬镳 那也是幸运的 作为离婚夫妻 本应该秉承着好聚好散的原则 可是大S与汪小飞这对奇葩夫妻 就因为离婚这点破事 长时间占用网络公共资源 不是大S发小做文引争议 就是汪小飞去控告 夫妻二人似乎就是仇人一样 不分胜负 似乎绝不罢休 如今 汪小飞跑到台北警局控告举报大S科药 还情绪激动地指控他非法拘禁孩子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件事还没有弄清楚 汪小飞竟然在短时间内撤销指控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024年3月24日这一天 焦虑万分的汪小飞 在台北的事务被迫紧急收尾 他神色仓皇地出现在母亲张蓝的直播间镜头前 满脸写满了疲倦 双眸泛红 然而 这场风波并未按照预想的方向推进 汪小飞在警局并未完成正式的控告记录手续 最终选择了静止离去 导致针对大S的举报行动无果而终 外界一度揣测 汪小飞此举或许是因饮酒过量或是情绪一时失控所致 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冷静之后 可能会对自己揭露前期隐私的行为感到懊悔 于是便低调地退场 意想不到的是 真相背后的故事由张蓝的干儿子小剑剑揭晓 原来 促使汪小飞决定撤销举报的关键因素 是他接到了宝贝女儿小月儿打来的电话 女儿的声音触动了他的内心 让他做出了不同于常人预期的选择 在这场离婚的风波中 有不少人都会存在这样的质疑 为什么离婚了 大S和汪小飞都不能放过彼此呢 好好商谈 潇洒离开 互不打扰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流量的需求 有争吵有矛盾 就有看点 有看点就有流量 有了流量 就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另外 就是他们彼此的身份很特殊 一个是京城大哨 一个是曾经娱乐圈的艺人 两个人的感情本身就是热点话题 所以会有很多人关注他们 对于大S来说 他也不想这样 他本想着离婚了 重新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互不打扰 可是汪小飞却是不依不饶 这一切是因为孩子的争夺抚养权 就在前一日 汪小飞采取了一项震撼人心的行动 亲赴台北警局 以实名身份对前妻大S提出了严重指控 指出大S可能存在滥用药物的问题 并激烈控诉他涉嫌非法剥夺子女的自由权利 那时的他 情绪极度亢奋 濒临崩溃的边缘 举手投足间 无不弥漫着深深的不安与愤慨 最终 汪小飞没有留在警局完成控告笔录 而是直接离开了现场 因此关于举报大S的事情最终也没有得到解决 当所有人都怀疑他是否酗酒或者冲动失控 才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 他可能会后悔爆料前妻的事情 所以才灰溜溜地离开 想不到的是 张兰的干儿子小剑剑揭露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汪小飞选择撤诉的理由 是因为女儿小月儿给他打了电话 他原本已经到台北警局报了案 但后来又撤销了 因为他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他不想让女儿伤心 小剑剑随后解释道 他因为女儿才忍受如此委屈和痛苦 若非如此 他不会屈就多次 这次女儿被强行带走 而他没有得到通知 几乎让他崩溃 汪小飞本来已经将纠纷闹上了警局 并准备实名举报大小S 但是在女儿的一通电话之后 他最终选择了撤销诉讼 并连夜返回了北京 汪小飞再次出现在直播间 满脸憔悴 双眼浮肿不堪 说话时声音无力 显然十分疲惫 张兰此前声称 大S召集了六名人员 采取强硬手段带走了小月儿 甚至推倒了保姆 导致自己腰部扭伤 他们还指使记者和媒体在楼下守候 等待汪小飞过来 以便拍摄他失去控制的场面 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行为 大S的经纪人已经就这件事发布了回应 根本不承认强行带走小月这一说法 并讽刺张兰称聚俊叶是狼 并强调人家即将在台北举办一场大型的DJ活动 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可笑 大S一家包括经纪人都非常擅长抓住汪小飞母子的心 他们在过年时给张兰和汪小飞发了一张全家福 还以讽刺的方式帮助宣传剧俊叶的活动 这种做法着实挺有心机 汪小飞从台北返回后 他在直播间里感到难过地说道 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 不少网友在留言中提到 真的太心疼了 本来还想着为什么实名举报后 急忙又从警局离开了 看来是因为女儿的电话吧 不得不说 大S是真的懂得怎么拿捏汪小飞 很可能是妈妈说的 让她装可怜给爸爸打电话 这样说来 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汪小飞 她永远在别人的手中有软肋 汪小飞为了担心姑娘的安全 在大S家旁边租了一套房子 只需步行九分钟即可到达 张兰曾表示 小月儿已经长大成为大姑娘 对于家中出现的陌生男子感到很不安全 张兰又指出 小月儿已经出现了应激反应 经常会抓伤自己的全身 因此她不断提醒保姆小杨阿姨 一定要确保睡觉时门锁牢固 不要让其他人进入 这次汪小飞真的失去理智的原因在于 大S没有事先通知 就强行带走了女儿 而且还不允许保姆小杨阿姨跟随 导致回到大S那里的小月儿的心理状态 成了小飞无法忍受的问题 因此她赶到大S家楼下 打算确认孩子的情况 找大S理论 但被提前蹲守在小区门口的记者抓拍 最终被迫报警 不过最终还是因为女的电话而再次妥协 张兰曾披露 随着小月儿逐渐长大 家中突然出现的陌生男性聚俊叶 对她的成长环境构成了潜在威胁 为此 汪小飞特意在大S住所附近租下一栋 只需步行九分钟可达的房子 以便随时关注女儿的生活状况 据张兰所说 小月儿已经出现了应激反应 经常把自己抓伤 故她反复叮嘱保姆小杨阿姨 睡觉食物壁锁好房门 防止他人进入 此次汪小飞彻底爆发的原因在于 大S擅自将女儿带走 且不允许保姆跟随 身处大S家的小月儿 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成为了汪小飞无法忍受的疑虑 为此 她来到大S住宅楼下 试图观察女儿的情况 并与大S进行交涉 却不慎被早已埋伏在小区门口的记者抓拍 在无奈之下 她选择了报警 但最终还是因为女儿的电话 再次选择了妥协 汪小飞和大S的家庭闹剧为大家敲响了警钟 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孩子是最大的牺牲品 这样的男人 应该怎么评价呢 对他来说 孩子是他的生命 是他的一切 也是他的软肋 不仅为了孩子支付房贷 水电费 物业费 还承担高额的抚养费 而且还经常受人针对 这种情况何时才会有所改善呢